来看看新闻网 每一个历史试刻和重大事件 都能在新娱乐再现 找到记录和声音 那今时今日 无论再大牌的明星 都曾经在新娱乐再现 留下过初入娱乐圈的模样和情怀 1998年 一部环珠格格 让赵薇这个名字 一夜间家喻户晓 但让你想不到的是 成就赵薇的这部环珠格格 曾经是赵薇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2002年 红透大江南北的赵薇 首次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时 就正处于突破 小燕子瓶颈的关键时刻 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 做事情或者是一种 比较不成熟 或者是对很多问题想得太简单 或者别人让你去回答一个问题 或做一件事情 你都会用最直接的最原始的一种态度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看得很多了 我的原始生态 那段时间赵薇力求用作品说话 接连街拍天下无双 绿茶少林足球等多部影片 我们开始从赵薇的脸上看到历经世事后的洒脱 同样因为环珠格格而被观众熟知的范冰冰 从16岁出演《金索一角》出道至今 从艺生涯也已经长达15年之久 2011年《金索一律在线》就曾全程陪同范冰冰远赴法国巴黎 以独家的视角为观众展现了一个经历十多年摸爬滚打的练就 不败精深的霸气范冰 在各种困境中修炼吧 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人碰到困境可能不要害怕吧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越怕她她越欺负你 历经风雨的范冰冰已然变得大起从容 在时间的打磨中意义甚辉 当凡侃吸引了在线记者为她特意制作的突击时 范冰冰可谓感慨颇多 这个都是最近的 但是这个就可能更像范冰的 对不对 然后还可能比较早气的 不知道你还记得这样的照片 小朋友的时候 对 还记得这个照片吗 当然当然记得 这是应该是 好多年前了 你的发育第一次学院 对 现在现在还在 对就是一直在坚持 然后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发展的方向 除了见证明星在事业的成长 娱乐在线也像朋友一般 关心着明星们的感情生活 比如这十年间发生在周迅身上的情感故事 就有点让人唏嘘 那时周迅与李亚鹏的恋情正传得沸沸扬扬 同年李亚鹏也走进过娱乐在线 提及传闻 李亚鹏的回答意味深长 李周连说的更准确着 还不如叫郭黄连或者静荣连 因为郭静跟黄连永远在一起的 我们的通告永远是一起化妆 一起收工永远是这样的 所以就天天在一起 大家就说你们好了或者怎么了 尽管此后的事实证明 李亚鹏跟周迅的确有过一段情 但跟之后的李大琪和王硕一样 他们都成为周迅感情生活中的匆匆过客 而如今的周迅 似乎更愿意最新于事业 其他的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除此之外娱乐在线还全程 见证过张博之的情感起伏 比如2002年 张博之首次做客娱乐在线时 刚刚与恋爱多年的男友陈小冬分手 其实在你坐着这个地方 这个前不久 就前一两个星期 陈小冬刚来过 他也在上海 是说在这里吗 对啊 他说停不了大爱上城 对啊 在那之后 张博之与谢霆锋 经历分分合合 最终于2005年步入婚姻殿堂 2007年 张博之生下第一个儿子Lucas 2010年 张博之生下了第二个儿子Quintus 在外界看来 这段婚姻是如此美满 而让人昌现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一年之后的2011年 两人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 回看2002年 一脸稚嫩的张博之 做客娱乐在线时 那副冲进着绝世好男人的单纯模样 还是让人心生唏嘘 那在我心里面 我觉得最好的男人 就是一定要孝顺 还有一定要很喜欢小朋友 很尊重老人家 然后很保护他身边爱的女人 然后最重要就是 他对工作方面一定要很努力 对因为如果他自己工作方面不努力 因为他不成功的话 他根本就不可能保护身边的女人 还有保护他们自己的家 十多年的娱乐圈 欢笑与泪水相伴 20年的电视屏幕 我们与观众携手相依 站在娱乐最前沿 用独特的视角解读娱乐事件 用独家的镜头捕捉娱乐资讯 将是下一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新娱乐在线 永远不变的坚持 二十频道 二十周年生日快乐 二十频道 二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东方电视台 越做越好 收视力直接上升 然后世界的每个角落 都可以看得到你们 新娱乐在线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